Hello,大家好,我是小鹅 今天我们要用豆角来分享好吃的 开水中加入盐,食用油 再放入洗干净的豆角 把它给焯水两分钟左右 焯至颜色变深变软 把它给捞出,过下凉水 再切成豆角末 再准备一根胡萝卜 洗净之后擦成细丝 再稍微切几下 都放入盆中 准备3个鸡蛋打入碗中 把它给搅散 然后倒入豆角中 加入盐、胡椒粉、蚝油 搅拌均匀 再加入一勺面粉 把它搅拌成非常粘稠的糊状 像这样可以用筷子调起来就可以了 铁饼选鲜饼模式 上下开关 刷上一层油 搅拌好的菜糊 把它给摊平 上面都撒上一层黑芝麻 让更营养更好吃 盖上盖子 中火烙四分钟 再借助盘子 给它翻下面 盖上盖子 再烙四分钟 烙到两面金黄 就熟透了 把它给盛出来 切成小块就可以开吃了 豆角鸡蛋饼这样做 又软又香 有豆角的清香 还有鸡蛋的香味 非常的好吃 我们再用生抽 陈醋 辣椒油 调点蘸汁 会更良的美味 简单营养又好吃 喜欢就试一下吧